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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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小朋友,欢迎来到每日学一次时间 今天我们要学个男字 首先,我们看一下男字和他的图画 人 又分男和女 男和女 在生理上有很大的分别 一般来说 男的身高、体重、体力 都比女的高 所以男性的力气会比较大 身在各处的力量都比女性强 而男性和女性 在大脑的结构上 和处理讯息的方式 都有些不同 一般来说 男性的逻辑思考比女性强 而女性就说话能力比较强 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 心思都会比较细 而男性和女性的生殖器官 而男性和女性的生殖器官 都很不一样 所以我们有分男次和女次 好 好了 现在就让我们玩一个小游戏 以下的人物 哪个是男性呢? 你可不可以把它分别出来? 有公公婆婆婆 有公公婆婆 爸爸和妈妈 哥哥和姊子 大底和妹妹 他们哪个是男性呢? 男性有公公 爸爸 爸爸 哥哥 和弟弟 学完男子的意思 现在 就等我一起学一下 如何写个男子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男子的结构和不信 男子 将它擦华 胃 鱼 五 六 六 好了,各位视频友,现在就当我们一起玩一个沉滞游戏 在这个乐园里面,藏了9只蛋 分别写着我们之前学的沙、秋、星、阳、东、海、人和今天学的男子 你们可不可以全找出来呢? 首先,我们找一下写着沙字的蛋 找到了,原来在树上面了 接着,我们找一下写着秋字的蛋 啊,原来在热气球上面 接着,我们找一下写着星字的蛋 找到了,原来在摩天梁上面了 接着,我们找一下写着脚字的蛋 啊,原来在墙灯上面了 你见不见到啊? 接着,我们找一下写着羊字的蛋 找到了,原来在天空里啊 然后,我们找一下写着写着冬字的蛋 啊,原来在旋转木马里啊 你见不见到啊? 还剩下三只蛋 你可不可以找它出来? 现在,就让我们找着写着海字的蛋 找到了,原来在小船上面了 你见不见到啊? 接着,我们找一下写着人字的蛋 找到了,原来在不树下面了 你见不见到啊? 最后一只蛋,写着我们今天学的男字 你可不可以找出来呢? 你可不可以找出来呢? 找到了,原来贴在写着写着车上面了 你见不见到啊? 好耶,任务完成 我们找到九只蛋了 玩完沉置的游戏之后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学一下男字的配词 第一个配词 男孩 男孩 大家一起读一次 男孩 男孩是指有出生到青春期的男性 第二个配词 男生 男生的原本的意思是指正在读书的男性学生 也可以引申指所有的年轻男性 最后一个我们学的配词 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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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指所有男性的人 学完男子的配词 现在,就让我们用男字来做句子 第一句 这个男生唱歌很好听 这个男生唱歌很好听 第二句 哪个男生是你最好的朋友 哪个男生是你最好的朋友 另一句 哪个男孩正在吃雪糕 哪个男孩正在吃雪糕 最后一句 他摘取了羽毛球男子单打比赛的金牌 他摘取了羽毛球男子单打比赛的金牌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玩一个小游戏 在蜗牛的身上,写着一个字 你可不可以配对它正确的图画? 正确 正确 是个蓝字 蓝 第二句 游戏 在柜牙的身上写着一个字 你可不可以配对它正确的配词? 正确 正确 是蓝生 蓝生 蓝生 是草地 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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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完自己的字形 配词 和句子之后 我们可以做练习来巩固记忆 在以下这个网址可以下载认字卡和工作纸 记住和妈妈一起下载做练习 好 各位视频友 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了 欢迎留言 like 和share我们的短片 记住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